介绍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消息 有一名三十七月一年16日 突然开船没过来 比赏击症 发现凡价有击症悲罪症的现象 原因是党都二间半闭所不全 与学兵见所断裂 比击击症与买房治疗 现在2021心中会更外科主任 郭京伦医疏 人心情述 考虑到一年的忠告因素 剃毒在外动物性的伴摩 决定他需要经验的修报抽搐 不但减心医疗的费用 当时抽搐之后 可以不用重心来服用控令会证 也不需要十五至十年之后 因为新闻的办法退化 在在处的抽搐 二间半闭所不全合并见所断裂 所造成 总共非常围急 经过新闻立丁半年 心中会更外科主任 郭京伦医疏表现 民队二间半闭所不全 有金销的办法在外 同不成的办法在外 以及受报抽搐 经过新闻拼户 以郭京伦医疏 就先退化 一年接种到 无所用之的库量 新生拼户之后 割定一半门修补术 为环节进行开心抽搐 顺利益地为健康 来台湾做工作的流行 割成半门的影响 或是因为用组织半门 又要再次手术 其实修补是最好 而且修补应该是值得 每一个病人尝试 当时间允许判断可以的话 应该还是要尽量修补 新闻立丁半年主比刷 优道标识 郭京伦主任医疏 是心中专科 在区域病院20年来 并竟有60台抽搐 经验丰富 医疏建议心中问题 并不是2点价这么容易坏心 如果有无数时的进程 最好也认识检查 和全科疑似经历 新闻专门 创民棟 杰吉祥 蔡宏 伯登